昨晚间在桃园市平镇区发生了一起丈夫杀妻的凶案 这是一名黄姓男子呢 他和妻子张姓女子长期感情不睦 他疑似就怀疑妻子红姓出墙 昨晚间两个人发生口角冲突之后 这名黄姓男子居然拿起水果刀 就朝妻子狂砍十二刀 接着呢持刀自残 当时女儿接获通知之后立刻报警 不过警方到场中发现这名张姓女子倒卧在血泊之中 没有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案发明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警方和监视人员来回进出 二十六号晚间桃园市平镇区华龙街 黄姓男子怀疑张姓妻子外遇 双方发生口角争执 一气之下黄姓男子拿水果刀狂砍妻子 事后还一度轻声 黄南静持刀杀了起妻子后 打电话给其友人 表示已经杀了起妻子 警方接获报案之后立即赶回现场 发现大门绳索 破门而入之后发现 两人均倒卧于血泊当中 张姓女子无生命迹象 女儿接获通知赶往现场 看到父母两人身上有多处刀伤 倒卧在血泊中 张姓妻子身中十二刀 当场就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 而堪然的黄姓男子送医后则是没有生命危险 初步研判死者刀伤集中在身体左侧 左颈一刀左手臂到左手腕身中八刀 左膝盖一刀刀刀剑骨 左侧背部两道刺穿伤口 严判可能就是致命伤 据了解夫妻两长期感情不目 警方也发现黄姓男子身上有轻微酒精反应 但因为他目前在加护病房观察中 无法制作笔录 行凶动机和详细的案发经过 还有在检方调查厘清 记者王小华 廖伟红桃源报道